音乐 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2020年的眼影盘大赏 那在今年呢 新出了很多非常热门的眼影盘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十盘 也算是对2020年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那今天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盘呢 NARS的Up to Glow 那这个眼影盘呢 是在2020年春天初的 首先呢 它的外包装我是非常喜欢的 非常的有质感 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它里面呢有一个小镜子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清透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颜色 都是偏大地色系和金棕色系的 那除了里面有几个这种 非常跳跃的紫红色呀 或者是粉红色之外 把这些颜色遮掉后 你看到整个的这个盘 都是非常日常的一盘 它的粉质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的丝滑的 比如说这颗颜色 我非常的喜欢 Bling bling的 特别清透的那种闪片 再比如说 这颗这个 我不怎么会用到的 但是很美的 这样的颜色 你看 如果说缺点的话呢 就是它整个的配色 是比较单一的 那你除去 这几个粉色的块块之外 剩下的你看 它整个就是一个金色和棕色的眼影盘 这几个粉色 特别是像是这个颜色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根本就用不到 但是整体来说 这盘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所以呢我要给它 一个赞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 第二个眼影盘呢 就是这盘了 Holika Holika的Earthing 这盘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门的眼影盘 因为大家可能对韩庄的讨论度 现在已经越来越低的 但是这盘确实让我 对韩庄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那它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也是有一个镜子 里面一共有9颗颜色 每一颗的刻数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是一个传家宝的眼影盘 你看它的每一颗颜色呢 都是非常自然 都是可以用到的 这一排整个 比较偏棕调的奶茶色 这一排整个呢 就是一个偏橘调的奶茶色 中间的几个bling bling的闪片 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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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闪 而且上影之后的那个妆感 我非常的喜欢 这颗是我非常爱用的一颗 它手臂上摸的时候呢 会觉得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 但是上手之后 闪亮的程度 就这一颗 除此之外呢 它最打动我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粉质 它的哑光色素的 真的是超级超级丝滑 是像摸巧克力那样 而且呢 它真的是非常日常 每一颗都可以用到 随便涂一涂 出门就非常的好看 而且是有一种裸妆的感觉 星际girl 用它画出来的那个妆感呢 不会是特别的明显 特别的浓艳 但是就是会打造出 非常自然的那种奶茶色 现实色的妆感 所以这一盘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喜欢 强烈的安利给你们 对于这一盘来说 我一定是一个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colourpop今年新出的 两个非常热门的眼影盘 这一盘呢是nude mood 这一盘呢是going coconut 椰子盘 那这两盘呢 我有一个单独的视频 来做一个对比测评 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宝宝呢 应该知道 在这两个中间 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nude mood 这一盘 首先呢nude mood 这一盘是这样子的 它里面是不带镜子的 那它的整个的色调呢 是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日常又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 它整个的色调是偏暖的 里面呢有这种 比较偏棕调的颜色 也有比较偏橘一点的 还有这种比较深踪的颜色 其实color pump的这一盘 它的配色和holica holica的这一盘 它两个是非常的类似的 整个的颜色 都是这种比较偏橘调 或者是比较偏奶茶调的 大地色盘 所以这两盘呢 都是非常适合日常 适合东方人的颜色 如果和这个holica holica这一盘来比的话呢 我会觉得它的哑光质地的粉质 不如holica holica这一盘 但是它的上色的饱和度来说 要更强一些 因为毕竟它是欧美眼影盘嘛 这颗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有一点闪片的 这样的一个珠光色 它带一点点橘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再比如说中间这颗 我非常喜欢眼球中央来做提亮的颜色 非常亮的这样一个亮片色 几乎每一个颜色都是可以用到的 而且是非常好画的一盘 随随便便涂一涂就可以了 比较高的一盘 这个我也要给它点一个赞 Nude Mood呢 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Going Coconuts这个椰子盘 其实从热门程度来说 这一盘远远远远的超过了那一盘 好像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这一盘 以至于我在刚买它的时候 我对它的期望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在到手之后我发现 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为什么呢 首先从它的包装上来说 这个是带一个镜子的 所以它的售价也比那一盘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这一盘呢是Nude Mood 右边这一盘呢是Going Coconuts 其实从这里面对比来看呢 这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Going Coconuts椰子盘它整个的颜色更偏冷掉一些 所以呢其实你在上演之后你会发现 它更适合画烟熏妆 在日常上班啊上学来说 画出来的妆感就不如Nude Mood的那个 比较暖色调一点的妆感要好看 它的粉质和Nude Mood的那盘应该算是不相上价 但是单纯的从配色上来说呢 不是特别适合日常 所以呢如果在两盘中间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Nude Mood的那一盘 所以这盘呢我不是特别推荐给大家 好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也是Colour Pump的一个眼影盘 What Nothing 这是Colour Pump在今年夏天新出的一个系列 叫做仙人掌系列 是一个非常浅色系的眼影盘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两排 整个颜色的色调是非常非常的浅 都是这种粉橘色很清透的这种颜色 那最后这一排的颜色呢更实用一些的 所以对于这盘来说呢 我觉得首先它的粉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打光色 摸上去还是非常细腻的 那它有几个珠光色的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比如说这颗 一个橘色 但是这盘它的整个色调因为太浅了 所以首先呢它并不是特别适合秋冬 第二呢就是上面两排的颜色非常的清淡 所以呢我通常不会单独的来用 通常我会把它搭配一个比较深色的眼影盘混搭着来用 所以整个这一盘是比较清淡的寡淡的这种感觉 秋冬不是特别的适合 单纯的从这一盘的配色来说呢 我觉得它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好搭配 整个色系太浅了 算是可买可不买 接下来要说到的呢就是 Tupist Born This Way这个眼影盘 这盘呢我也有一支专门的测评视频 那这一盘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大小来说是非常的方便携带 就出门来用也是可以的 此外呢它还带一个镜子 所以你如果用来补妆啊 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它的整个的颜色是非常的自然 每一颗都可以用到的 而且它这种粉棕色调呀 奶茶色调呀 杏仁色调 大地色调 还是今年非常火的色系 可颜可甜的这样一盘 粉质是非常非常的丝滑 就真的也是像巧克力一样 这一盘的整个粉质呢 让我想到了HolikaHolika的那盘 它们两盘的哑光粉质做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比我刚刚提到的Colorpop那几盘要优秀的多 珠光材质呢相对有一点点颗粒感 我认为呢如果你缺一个大地色的眼影盘 那这一盘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推荐给你们的 所以这一盘呢我也是给它一个 再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Natasha Denona的Bronze Palette 那这一盘其实在新出的时候呢 讨论度也是比较高的 难得出了一个可以随便画一画啊 比较日常的这么一个颜色 但是当你在试色的时候你会发现 虽然它的整个配色看似非常的日常 但是由于它的每一颗的颜色饱和度太强 太过浓郁了 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上演之后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日常 那此外呢颜色相似度太高 所以这一盘很难画出一个特别多样的眼妆 对于一个这么大的盘 而且这么贵的一个盘来说呢 单纯的从配色上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值得买 但是它家的粉质真的是随便捏一捏 也是巧克力半丝滑 而且呢它们的这个珠光质地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它的有一些偏光色 比如说这一颗 你看它的这个闪片 特别特别的美 所以这盘如果从它的粉质和它的质地来说呢 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如果从它的配色上来说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买一个这么大的盘 画出来眼妆这么类似 而且太过浓郁不够日常 而且还这么贵的一盘 不是特别推荐大家买 可以省钱了 接下来要说到的呢就是这一盘了 Cuda Beauty的Naughty Nude也是一个大盘 如果对比刚刚Natasha Denona的那盘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这一盘 为什么呢 首先它的配色比较新颖一些 能够打造出更加多样的妆容 这两盘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它俩都是比较浓郁内卦的 那它是这盘整个的色调金棕色 不是特别的多样 但是这一盘你来看呢 其实它有很多的颜色啊 它有这种卡琴色呀紫色调啊金色调啊粉色调啊 就能打造出更多的妆容 而且呢 这一盘它的有一些质地是非常的有趣的 比如说这一颗脆香米的这个质地 摸上去是非常非常QQ的 背盘你打开之后你会觉得 有一点新鲜感 就和我之前用到的很多的眼影盘 是不一样的 那包括里面呢 有这个大理石的质地 非常漂亮的偏光色 比如说这一颗我非常喜欢 你看它的这个偏光色是一个这种蓝紫色的 再比如说像是这一颗这个 有点橘和紫色的这样的一个偏光色 这个配色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新意的 有一些元素是我之前没有见到过的 而且这一盘它从粉质上来说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它的哑光质地非常的丝滑 也是像巧克力一样 它的饱和度和上眼的妆感来说 也是非常的漂亮 配色呢也是比较适合东方人来用 所以这盘呢 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给大家的 我要点赞 好了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CT的这个圣诞的限量眼影盘 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 对于这盘来说呢 应该说是褒贬不一样 因为很多人说它炒冷饭 它里面好多颜色 真的是每年都出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喜欢这一盘的 为什么呢 首先它非常的好搭配 就是它的每一个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它都给你分好组了 所以呢 你也不用自己去动脑 去想我要怎么搭配 它这一盘里面的颜色呢 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实用一些的 这一块和这一块的颜色 就真的是日常 随便画一画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的两个的颜色呢 就是你出去玩啊 有特殊的场合也可以来用 而且呢 它上演之后的妆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级 它的粉质也是一如既往的细腻丝滑 如果你没有CT的眼影盘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大盘的话 这盘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 任何一颗随便用手指涂一涂 就可以出门了 所以对这一盘我也要点一个赞 好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盘呢 就是这一盘了 今天我在所有眼影里面提到的唯一一个开价的眼影盘 就是美宝莲的这个news of new york 打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也是一个这种颜色比较大地色系啊 比较棕色调的这样一个配色 但是这一盘呢真的是非常的日常 而且呢就是这里面的配色是比较多样的 你看它有这种棕色系啊 然后有这种橘色系啊 有这种金色系啊 还有这种比较偏紫调的这样的颜色 可能画出比较多样的眼妆的 而且真的是每一颗颜色都可以用到 哑光质地呢会感觉摸起来有一点干涩 但上演之后的妆感是非常棒的 那它的珠光质地呢也是 整个的上演之后是有一种高级感的 我今天的眼妆呢就是用这一盘来画的 上演之后你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廉价的 或者是比较开价的那种眼妆的感觉 但是如果从粉质上来说 这盘肯定是不如前面提到的几个 装柜和大牌的这样的眼影的 对于学生党来说 我觉得这盘真的是非常的推荐给你们的 这一盘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强烈安利给新手党和学生党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2020年眼影大盘点 不知道你们看了这个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其实看这些眼影的过程当中 感觉就在回顾2020年的这个时间线 对我来说感觉还是非常深的 总之我觉得今年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眼影盘 它有点回归日常 之前的眼影盘很多出的那种花花绿绿啊 或者是特别浅的颜色 或者是特别荧光的颜色 或者是特别彩的颜色 其实真的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日常来用 有的时候你跟风买了之后 你会觉得完全就闲置了 但是今年热门的这些奶茶色啊 金棕色啊 大地色啊 杏仁色啊 都是日常可以用到的颜色 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也提前预祝一下大家元旦快乐 希望2020年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一切都会顺顺利利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学问内容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